OdioJungle 申请美国入境签证的人都将被要求提交他们在过去五年里使用的社交媒体用户名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2日报道 2017年9月 特朗普政府曾宣布 申请移民签证的人将被要求提供社交媒体数据 受这个计划影响的人 约为71万 新提议将极大的扩大这条命令的覆盖范围 把每年约1400万申请非移民签证的人包括近来 该提议涉及20个社交媒体平台 其中大部分位于美国 如脸书、领英、YouTube等 另外还涉及中国、俄罗斯、比利时以及拉脱威亚的社交媒体 报道称 每年申请入美签证的人数据 估计有1470万人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承诺 要对那些想进入美国的人进行极端审查 2017年3月 美国国务院只是世界各地的领事官员 加强对签证申请者的审查 但这项新提议将给数百万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公民在内的申请 来美国进行商务或娱乐旅行的人 增加一个新的实际要求 据报道 美国通常给予约40个国家的公民免签证旅行的待遇 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盟国 这些国家的人将不受新要求的影响 此外 使用外交和英共签证旅行的访问者 也大都不受新规定的影响 报道称 新规定的消息于3月30日传出后 批评之声随之而来 这个常识将收集数百万签证申请者的社交媒体活动的大量信息 这是特朗普政府的又一个无效且有严重问题的计划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负责人希纳沙姆希说 这会侵犯移民和美国公民的权利 尤其让人们不由的开始担心 他们在网上说的话是否会被政府官员误解或误读 德雷克塞尔大学法学副教授阿尼尔卡尔汉也称 这是过分的侵扰 实在荒唐不过的做法 脸书表示公司的立场自2017年以来没有变过 公司曾在2017年表示 我们反对任何迫使旅行者在边境上交出个人账号信息 包括密码的努力 报道称除社交媒体信息外 签证申请人还被要求提供以前的护照号码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他们的国际旅行记录 他们以前是否曾被驱逐出境 或违反过移民法 以及他们的亲属 是否参与过恐怖主义活动 对签证申请人保持严格的筛查标准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必须与新威胁的出现相适应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已经要求所有签证申请者提供有限的联系信息 旅行历史 家庭成员信息和以前的地址 从签证申请者那里收集这些额外的信息 将加强我们审查这些申请人 确认他们身份的过程 报道称 每年有数百万人在网上填写 名为DS160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 填写这个表格 大约需要花90分钟的时间 每每表示2015年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导致14人死亡 官员们事后承认他们没有注意到制造袭击的夫妻 在他们使用的在线短信平台上表现出来的激进迹象 自那之后人们开始关注移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 2017年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 现为特朗普幕僚长的约翰F凯利曾对国会议员说 他所在的部门正在考虑要求来访者提供得以进入他们在线账户的密码 我们想得到密码 进入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 凯利对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议员们说 如果他们不愿意配合 就不能入境 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的新要求 不会立即生效 这个提议将有60天的公众评论期 截至5月29日 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还没有严格执行 让旅客交出密码的要求 尽管旅客们在机场和其他入境口岸 偶尔会遇到这样的要求 从某些方面来看 前来美国的国际游客数量已开始出现下滑 资料图 2017年2月20日 在美国纽约 当地民众集会抗议特朗普政策 参加不是我的总统日集会 新华社记者王盈社作者 请